上海復興就目前為止 也是只有台灣的一家買家 那 郭董作為一個世界知名的 這一個大企業家 對於這種 商業上面的判斷他應該 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綜合判斷的話 我是懷疑說 郭董會講這種話 怎麼聽起來很像是 BNT或者是上海復興 在跟我們談的時候所講的 那樣子 這十分的類似 這一兩個月 事實上 BNT跟那個 上海復興 都一直 有跟我們 CBC這邊聯繫 那希望就是說 能夠繼續來採購 他們的次世代疫苗 那這一個部分的話 那當然我們 就是說 我們需要再做謹慎的評估 這是我們的基本的立場 那這中間 上海復興或者是BNT公司他們 在說服我們的理由就是跟 郭董在講的一部分 是類似的 也就是說 他說要給民眾的選擇 過去有很多 都是已經打BNT疫苗的 是不是說 接下來的次世代疫苗 那也是可以來採購BNT 讓我們的民眾可以來施打 比目前我們手上還有的疫苗 事實上還有幾百萬劑 那 還沒打完 那我們一天 只有打兩三萬 三四萬 最多也差不多是五萬 所以 很顯然 這些疫苗 在我們手上 是過量的 莫德納 的雙加疫苗 那包含 VA1跟 VA45的 這一個 雙加疫苗 那 嚴重不良事件 大約是 72件 只有72件 但是我們已經打多少 VA1的雙加疫苗已經打了差不多一百八十萬 那 這個 VA45的 這一個雙加疫苗 也打了六十八萬 引起心肌炎性爆墨炎 只有三個個案 那這三個個案都不是死亡的個案 所以顯然 這個 莫德納 的 這一個 次世代疫苗 是安全的 有關今年 今年五月 五月的時候 那為什麼會先打這個 莫德納的兒童疫苗 主要是因為 莫德納的公司他們的那個合約 相當的彈性 只要用成人劑型抽取半劑 就可以讓兒童來施打 那指揮政策所以在5月2號 就開始提供 兒童來接種莫德納疫苗 那至於 BNT 公司提供的5到11歲族群 他使用的兒童劑型 他的包裝規格不一樣 而且製造廠也不同 那而且他這個是由輝瑞公司生產 所以 而且原廠也嚴禁 嚴格禁止我們不能從這個成人劑型 抽取1%的劑量給兒童 所以就我們就必須要跟 BNT跟輝瑞這邊 再重新簽新的合約 然後再由BNT公司 再向食藥署 來申請這個EUA